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数学的指南 我是赵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九年级国山的数学 目前的进度讲的是二次函数的图形 今天把这图形的课程把它给上完 上完之后我们就会上到那个 二次函数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这个单元会比较一开始比较棘手 但是你上手的时候后面喜欢考学的 所以不用担心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讲义的第21页 第22题 好 这22题呢 等一下我灯没有打亮 有感觉比较亮吗 应该是有啦 好 学校已经教了 好 没关系 学校如果上过当做复习 看那个第22题 他是说呢 第二十二题 这二次函数呢 给了三个 第一个是 y等于2x平方减1 然后一个是 y等于负2x平方减1 好 说呢 这个两个图形呢 是以下列合者为对称轴 你看哦 这两个的顶点是同一个 怎么说 你看哦 当你那个顶点V哦 X用0带的时候 y都是负1 0负1 但是呢 一个是正的开口朝上 一个是负的开口朝下 它的开口大小一样 所以应该是可以对称 我把它涂上来画一下 不然这里变得很抽象 来 第一个哦 0跟负1 X0 Y负1 对 X0 Y负1 它就在那个 Y轴上 就这一点 这个顶点 0负1的这一点 好 0负1的话呢 那我刚刚说 它的一个开口是朝上 对不对 像2x平方减1 顶点是0负1 开口是朝上 那另外一个呢 它是负2X平方减1的这个 0点一样这里 0负1啊 它开口是朝下 对不对 结果你看看有没有对称 有对称 以什么做对称 以这一条线做对称 这一条线它是水平线 水平线的时候呢 这个方程式叫做Y等于什么 这个刚好经过的这个点坐标 Y坐标是负1 所以这一条线的方程式呢 就叫做Y等于负1 如果没有这答案的话呢 你把负1往前移 就Y加1等于0 也可以选 所以答案选这一个 那答案选B 就选这个 Y等于负1 这样的问题 这讲的是那个 讲对称的时候 你画出来会比较容易懂 好 习坐的解答 其实看情况 之前我上课上的进度比较快的时候 时间比较多 我就会做一些习坐的解说 后来发现上课有点赶了 所以习坐我就没有说 不过想到习坐题目应该本身不会太难了 因为我们的讲义的题目已经包罗万象 包山包海了 很多题目都已经南瓜进来了 所以习坐题目应该都不会比我们这边所讲解题目更难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留言告诉我 哪些题目你不会解 那我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再来提出做说明 好不好 这样子可以吗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 第23题 这是22题 好 23题 这边要说呢 若Y等于3 加AX 再加BX 平方的图形 它的最高点 是14 这最高点 然后要求这一个 B分之A 的绝对值 是多少 来同学看这里 好 他有说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二次函数的方程式 但总觉得怪怪的 哪里怪 他没有按照顺序排 我们习惯是二次一次常数 他写3加AX 加BX 二次 那算了 再来 这个最高点 会有最高点 表示它的开口是朝下 没有 开口朝下的抛物线 超所谓的最高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又通过了这一点 马上带进来 不要客气了 我就把那个 X用一带 Y用4 好 直接就套进来 不对 还有别的做法 因为他有说呢 这个图形的最高点是它 那它也是顶点 关于我们知道顶点的时候 我们公司会这样套 怎么套呢 就是Y 好 本来是要写A倍的括号 那公司还记得 我写旁边好了 我们公司本来长这样子 它是Y Y等于A倍的X-H 平方再加K 顶点坐标就是HK 这个最高点 就是顶点 所以顶点就是HK 可是这个A的话呢 跟这个A 有没有 会错乱对不对 它这边的X二次的系数 应该是B 所以我们这边写个B 来 所以B括号 X-H 这也要HK H是1 减1的平方 再加K 再加4 我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这套公司来写 知道顶点就马上使用这公司了 然后把它展开来之后呢 跟它做一个系数的比较 看AB是谁 来 不过我们还没展开以前 你看一下 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常数是3 对不对 这个常数是4 那这个地方呢 按照乘法公展开 它是X平方-2X加1 对 那你那个常数 合并之后变成了3 这个又是最高点 开口朝下 这是负的 负几还不知道 可能是负1负2负3负4 但是因为这个1跟这个4合并之后变成了3 我也确定了 这个B就是负1 因为只有这边是负1的情况下 才会说负正的负负1加4 就是常数变成3 所以我最后很确定喔 这个B它就是负1 也就是说 这个二三的数可以怎么写呢 并这样写 它会等于负的括号 A解1的平方再加4 有时候我们现在只要关心 这个AX的A是谁就好了 对不对 看这个 我们刚刚这个展开之后是负2X不是吗 负负怎么样的正 就2X后面没有可以整理的 所以这个A的答案呢 就是2 为什么是2再说一次 因为这个是负号 这个B是负1的意思 那负负得正嘛 变正2X 所以A就是2 好那A是2B是负1 它是B分之A 负1分之2的绝对值 所以这个B分之A的绝对值 就会变成了负1分之2的绝对值 那答案就是2 所以2 3题的答案选的是2 这题有没有问题 这题2 3题 4题啊 它题目是说 2A 还有更一个叫做BC 它这两个呢 是这个2次函数 Y等于2倍的括号 A加1的平方减3的一个对称点 它要求A加B加C的值是多少 好2A跟BC这两个坐标 它分别是这个2次函数的对称点 什么叫对称点 我们简单复习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抛物线这样抛对不对 抛物线这样抛的时候呢 这两个位置 一样高度的 我们就称它叫做对称点 所以对称点的什么值一样 函数值相同 函数值指的是Y坐标相同 就是Y会一样的 比如说这两个对称点 所以A跟C怎么样会一样会一样的 所以AC会一样 那我就想了啊 我就把X用二代 去求它的函数值Y是多少 X用二代的时候呢 为什么用二代 因为这边2A嘛 所以X用二代嘛 要求那个Y Y是谁 所以X用二代入的时候呢 代入我们很快的算一下 Y多少 二贝德括号 X用二代 二加一的平方再减三 记得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是次方都有计算的优先权 先把它乘出来 二加一是三 三三 九二 十八 十八几三 十五 所以算的Y是十五 这个Y的位置就是A的位置 所以A是十五 C也是五 因为这两个是对称点嘛 所以AC都十五 还有一个B不知道对不对 可是没关系 我们怎么看得到吗 这个顶点座标是多少 顶点座标V 它是-1跟-3 怎么算得起来 让这个平方变成0 X用-1代入 -1加1是0 0-3变负3 对不对 所以这X等于-1呢 是这个二次函数的对称轴 以它当对称 那你2到-1的再过去 有没有 你要再想 2到-1的距离有多少 2到-1的距离是大减小 2-1就是3 所以2到-1的距离3 3再过去 -1再减掉3 所以-1减掉3 答案是-4 那么这个B座标呢 就是-4的 这样讲是不是听不懂 我想让人听不懂 翻译不过来 然后可以讲 为什么我这样做了 来 我把它擦掉来 我讲慢一点 竟然要讲 把它讲清楚了 因为我们刚好说 它这个二三函数呢 它的开口看这边是朝上 然后顶点座标是不是 这个-1-3 它在第三项线 我简单化一下 这是S哦 这是Y 这是-1 1-2-3 好 这个是-3 顶点在这边 -1-3 好 然后开口是朝上 我简单化一下 没有画的标准 就随便都画了 好 这样画 画完之后呢 你看 第一个呢 这个2a的这个点座标 1 1 2 往上对 是这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 它就是一个什么 是对称点 对称点的函数 高度值相同 所以我们跟它带过来双边15 所以这边是15 这边也是15 有时候它这边的高度是15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问题 这B是谁 你知道它 因为它对称的 对称点 你把这个线画下来 对称轴画下来 对称轴就是S-1-1的这一条 因为从这边到这边的水平距离 是2加1 三格 或者说你用这边的2 减掉负1 这边是2嘛 为什么是2 因为这边写2啊 所以2减掉负1 不就三格 这边如果三格 这边推过去三格 往左推三格 从负1往左推三格 那不就负1减掉3 所以答案是负4 所以这个点坐标呢 它叫做负4 那Y一样是15 所以刚才这个坐标就是2跟15 所以我们刚才这样推比较快了 所以负1减掉3 会变成负4 所以B是负4 15加1530 扣掉4 答案就26 所以答案选26 选的是C 这样子比较清楚的 OK 好 OK 翻到第22页来 所以这个单位我们今天上了一段落 接着我们就要上这个二次函数的最大值跟最小值